这个有没有人敢吃 猪虫58元一例 不知有多大 还会动 一咬下去就像爆汁那种 已经喝到第二碗了 你看它说它不怕骨 这些鲫鱼肯定是煎过的 再翻动一下给大家看 红萝卜已经给我们拌了 又有微斗的 厉害 再来烧鸡也到了 因为烧鸡是78元一只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很久了 我们都没有试过星期六 约得到 不是 好像上星期试过 不过不要紧 我所在位置是往期 往期期发市场 今天我们不是主力过来买菜 我们过来吃芝麻糊 今天气温骤降 只有10-7摄氏度 他们两个都穿了长袖 穿了外套 在路上我们都见到很多人 都要穿一件衣服才行 你看这个 冬冰冰最好是什么呢 当然是去吃芝麻糊 吃完芝麻糊之后 今晚我们竟然过得到南海这边 这里属于南海 我们是会去吃大牌档的 芝麻糊大牌档 通常我们来到这个市场 都会在这个蛋糕店买一些东西的 现在不买了 我们直奔吃芝麻糊 就是在市场里面的 有什么吃 杏仁糊芝麻糊 大的五元 小的四元 我要 我不要豆腐花 我要 叫杏仁糊芝麻糊 鸳鸯糊 合途芝麻糊 不知道 我还没想好 两个鸳鸯糊 一个芝麻糊 这边是好吃的 吃了很多年了 鸳鸯糊 或者叫鸳鸯糊 杏仁糊是刚刚煮好的 鸳鸯就是五元 现在一天你吃杏仁糊 现在一天你吃杏仁糊 有道理 就是这些小食店 这个就是我的 我和老婆那个就一模一样 他们一直在说 很香 够热的 因为现在天气炎热 这些糖水 够热就好吃 但如果天气冬 芝麻糊其实没有热那么好吃 我反而觉得芝麻糊好吃 你看多稠 如果不够吃 就可以去后面买个蛋糕 不够吃 嗯 还有今晚我们可能 会去千灯湖的吉之岛 走走走 到时才算 现在才4点 今晚还可以游 又或者现在去吉之岛 都不出奇 总之吃饱再说 因为我们去吃那个 芝麻糊大排档 没有那么早 好像是5点或5点半 双柄好吃 试试这个 好热 哦 它刚刚煮好的 杏仁糊 因为它是稠的 所以热一点 市场外边 其实还有很多大排档 我们如果不去芝麻糊 其实在外边 应该叫做 广宁人家的猪杂粥 猪杂粥不好了 尿酸糕 不好了 它有其他就吃了 嗯 应该是先吃杏仁糊 再吃芝麻糊就好吃了 嗯 芝麻糊要热才好吃 是 先头跟我老婆说 如果打包拿到回家 放在冰箱 拿出来就不好吃 还有一样东西都是这样的 就是奶粉 都是放进冰箱再热 不好吃 一定要坐在这里慢慢享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回去加热花 是 但是不要吃冰 是呀 热的才会香 芝麻这些都是 杏仁这些都是 如果有花生糊 我最喜欢吃花生糊 没有 没有 豆腐花 说这么快 我们就吃完芝麻糊了 我们进了市场这里 但是就不怎么买 可能会买少许青瓜 接着出回到外边 那里买水果的 买青瓜 又买青瓜 我们吃很多青瓜 我们吃得最多的东西 就是青瓜 至于买水果 就是前面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买水果 这里就算是 便宜的之中 数一数二 比如说我们去过批发市场买 但是批发市场 不准买那么少 那些批发商是不想做我们的生意 所以价格很高 至于为什么这里便宜 其实这里 也很接近批发市场 所以就很便宜 但是它们是零售的 当然市场这里的物价 亦都是很低的 例如珊瑚 2元 最贵是7元 为什么呢 这里其实是很接近海宝湾 海鲜市场 老板过去拿 洗多远 刚才我们驾车过来 计算塞车也是10分钟 不用 例如蝦 例如蝦 那些黑色的蝦 15元 又或者这些蟹 螺 一拨拨在这里买的 全部都是14元 12元 10元 一应俱全 大集蟹 有些甚至乎8元 都有 后面那些 10多元 这些太大了 这个市场是很热闹的 附近还有很多喝茶 吃饭的地方 又或者是大排档 即使这里过去加州广场 都不是很远 附近还有一个地方 往期破行街 但那里就没那么容易骂 买咸蛋卷 试试 好 现在吃 帮我看看青筋 青筋 老实 咸蛋卷 12元 1斤 我看了3.8元 买了一大盒蛋糕 花了12元 再加上虎皮蛋糕 为什么会买这些 因为人家后面是有 有烤炉的 就是这样 这里12元半 有盒子 有盒子 拿一盒吃一盒 饿 饿 因为 你看 不过 不要吃那么多 要大排档 更多美食 是吧 好吃 它不是那些 很硬的那种 蛋糕 最重要是软熟 而且里面的酱油 不会很化学的那种感觉 包括肉松 我好怕那些 不漂亮的肉松 如果不是打算去吃 大排档 其实在这里可以吃饱 包括先头我们经过的 蛋糕店 也是 那个也是很好 不知还要什么 买一斤 送半斤 一斤的 一斤的 下来又买黄金桃 3.8元一斤 选择不烂 这边的物价真是抵卖的 有靓 因为它运货运到来 就在这附近 包括先头我们在路上过来 会看到很多大火车 随随便便会塞着路 都挺难习 终于我们又来到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这样的 其实今年来少了很多 为何呢 因为家附近的市场比较容易入 以前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经常来的 为何会经常来呢 因为这里没有广州那些 管道那么阴尖 那么苛刻 又不用看这些 始终这里不是广州 这里是往期 当时就已经觉得这里的物价 是很低的 很值得出手的 究竟时至今日是不是又是这样呢 还有我们还记得 买过一些橙在这里 平均好像1元一个而已 几个月过去之后 当然现在疫情就没有了 我们都很久没来过这个市场 叫旗发市场 接着又买风率 7元一斤 这些品质是否漂亮 挺亮的 拿起身够硬就行了 嗯 是 我喜欢西粒好一点的 上次买大那些 上次买过一次大粒那些 都挺 是 接着又看到雪梨 3元半 是否特别便宜 2元半虽然它不是巨大那种 但价钱都差很远 和沙远市场比 已经是 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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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原先是真的打算进来吃个芝麻糊 买一下又多些 煲都没所谓 8.7元 好 有4粒 8.7元 2元多些 1粒 8.7元 然后开始就有蜜吉了 先头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 没见到很多大货车从江西来 说明他们运较农产品水果过来这边卖 江西最漂亮的 不是说这个时间 夏天当然是西瓜 到现在就是橙 即是那些 看上去皮是青色的 但是吃下去甜到柔的那种 这个市场户外部分就不算太大的 又买丝瓜了 2元而已 是 细细条 这些就没有我们去沙远市场 或者农津市场那么粗的 但是2元而已 这一档也是我们很喜欢来买的 有时候它还会有很特的特价 特价得很离谱 再来 刚才说的那些橙 我不知道这款是否是江西来 就是这种的皮 是青啤啤啤 但是吃死身好甜 再来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市场那么小 其实应该是对面 对面那个口口进去 就是卖鸡 但是买鸡就要早上来 现在这个时间就不买 即是没那么新鲜 没那么漂亮 店铺已经收工了 早上乘行乘市 据说 因为我们没来过 听说的 据说比西朗还要便宜 还要漂亮 一点点 是 如果在广州来说 往北南边 就可能中村那个 有个很大的鸡的批发 那里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那里要批发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是4点半 那去吉斯堂还是去大排档呢 不如去大排档呢 我们来这个叫千灯湖的地方呢 是非常之近的 那如果如无意外的话 等会我们吃饱饭呢 都是会去千灯湖的 这个大排档呢 就很厉害了 一滥无为那么大 由于我们来得时间比较早 所以呢 客人就并不是太多的 又回想回一年前 疫情的事情 应该是国庆节之后 开始 广州啊 我说 开始蔓延起身 这里又有病例 那里又有病例 开始出现有风流的事情 那么及后慢慢就演变成为 不能出城 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不会限制的 很多地方 它在高速公路关卡那里 又或者是国道 都会查你那些 什么黄马 红马 什么绿马那些 唯一的地方 就是佛山 是不会查的 因为根本封不了 所以当时 大概从去年 应该是11月份开始 我们每个星期六日 都想办法 去两个地方 第一星期六日 去沙丸市场 或者西朗市场买菜 第二 就来佛山找食物 当时是来过很多次 这个饭店 这个茶楼 现在天气降温了 我们又重温一下 当时发生的事情 是的 我还带了个保温壶 其实都是16度 16度 一天不太冷 不过这些茶 如果要我喝 我会打死 我也不喝了 我喝茶喜欢这样的 我把茶擠入保温杯 然后里面是茶叶 吃饭时 加点热水 然后就这样喝 开始那几杯是很浓的 慢慢喝慢慢喝慢慢加热水 如果再吃点热水 就会再带多一个热水 加少了 不过喝多些茶 对身体好 他们两个就去了 看有什么成 这里是这样的 这里要拿着餐牌 点餐 这里是有特价 今天是有特价 三十九元 今天是有特价 三十九元 今天是有特价 是吧 既然有特价 花楼我们不时太喜欢 他们又有很多烧烤的 烧鸡翅好 烧鸡翅 上次是吃过烧鸡翅 是做得挺好的 都一年没吃过 至于生蠔 因为之前早几天才吃过 就不必了吧 而且它价钱不算很便宜 还有烧茄瓜 可以考虑 先待着 鸡翅肯定会叫的 烧鸡翅多少钱 烧鸡翅是八元一只 它是两只中翅 是吧 还是一只全翅 总之有一吋就八元 来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海鲜的吊筒 六十八元斤 几大只 又或者九套鱼 五十八元斤 是整条的 还有这个厉害 这个有没有人敢吃 烧鸢 五十八元一例 不知有多大 还会动 咬下去 有爆汁的那种 哇 至于这边 就是 高油 即是 油鱼仔 这些里面有高油 其实这个季节开始 已经好吃了 不过再凉一点 就会好一点 还有还有蚱蟲 三十八元一例 他们两个在想着 究竟要烧鸡还是烧排骨 再来 还有这里 他们这些饮饭挺好的 我们上次买过一次 二十九元一盏椰子汁 不过今天这么冷 就不必了 除了海鲜以外 还有很多菜式的 比如这些 除此之外 还有大堆牌 三十八元 没吃过 不知什么质量 先后我们有想过 叫这个炒螺 但是看见 女儿又不知为什么 这些牌子又变了不喜欢蚱蚱 那就没有要到 还有这些田螺 这么大 石螺 它写明是桂林石螺 二十八元一斤 甚至乎这个也有吃 我知道有一段时间 很多香港人 喜欢回到国内吃这一样东西 大概是九十年代左右 因为当时我的唐哥 很喜欢回来吃 这里是写的叫做水甲子 即是和味龙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鱼 淡水鱼 鲍鱼 比如这个多宝鱼 七十八元斤 又或者我很喜欢吃的 青口 三十八元斤 但是它写新西兰 很厉害 还有带子 我也是喜欢吃的 十八元一只 这些是再大一点 它写是新西兰带子 三十八元一只 我都没吃过这么贵的带子 不过不吃 再来还有 橡拔糖 一百三十八元一斤 这个价钱是合理一点 但不知为什么 这个竟然是168元 但看上去好像 右边这个大小 可能这些才贵 大海虾 六十八元一斤 对虾 六十九 大家看上去价钱 好像贵一点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它们是包括加工的 它不只是卖海鲜 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沙虾三十九 是试日特价 也有游泳三眼的 甚至乎是西江河线 桂林大花线也有 桂林大花线是最贵的 一百三十八元一斤 再来这边就是一些虾 罗氏虾六十九 罗氏虾四十九 六十九这种是这样的 还未够上次我们在南沙 见到的大好生满 又或者是九折虾 八十九元一间大罗氏虾 这只大像我们上次 在南沙见到的那些 但是左边这个是三十八元 是一只 这边就一百零八元 是一间 其实应该差不多 又或者这个它叫泰虾 我们在市场见过 当时还没有赖尿虾 要靠入口 这个是因为泰国入口 也不出奇的 现在是一百三十八元一只 真是不贵 染仔蝦 这些比我们上次吃的 大得多 八十八元 又或者马来西亚高蟹 它写明 八十八元一只 究竟是否真是马来西亚来 那是不出奇的 水运 海运运过来 不难 除此之外还有花蟹 八十八元 花蟹六十八元 大花蟹 日零八元 还有很多贝 圣子 通常我们不吃贵海鲜 都是会叫这些 再来之前我们 想吃过这个 但见到它这么大 又不敢吃 究竟会不会很老 二十八元一只 深海尺背 又或者大年胖 十八元一只 除了一些便宜的海鲜 当然还有些贵价的海鲜 这里有龙虾 澳洲红龙 二百九十八元 是一斤 三百九十八元 一斤都有 波士顿龙虾 小这些 一三百 这些烧烤也很受欢迎 我们调了一锅粥 调了一锅汤 在前面有写的 但是这里没有 这里就是萧生蠔的地方 一到萧生蠔的时候 师傅在里面准备中 这里烟雾尼环 很刺激 之前有观众问过 还有没有磨虫吃 这里也有 这个是样板 这个不是成品 八十八元一例 还有那个我喜欢 三十八元一例 三文鱼 三文鱼骨应该是 至于我们已经减好菜了 调了个汤 调了一些烧烤 烧鸡翅 烧鸡翅 虾 各种都有 坐下 慢慢等食物 第一个送上来的就是汤 哇 满了 这个是粉葛鲁鱼汤 粉葛鲁鱼汤 要吃粉葛的 还有红萝卜的 这些天气凉食就好 哇 几多红萝卜 我不要拔光红萝卜 分量足 再看一下 它是这种煲仔 所谓的煲仔 其实家里用煲汤 都是会用这种的 几方便 又不会那么容易滚舌 哇 很热 它是再煲过的 它是再煲过的 当然不是单独一煲 是的 可能它是略起来再煲 略起来再热它 或者自己热住 睡过 有粉葛 有鲁鱼 有鱼骨 对吧 不知大家喜不喜欢喝这种汤 我很喜欢喝 老婆就很喜欢喝 哇 很浓 鲁鱼味 很浓 很浓 好浓 很有家常的味道 好家常 哎呀 试一下粉葛 是 这里就是大大排档 吃这些了 真棒 粉啊 沙果 哇 哇 多一块 很软 在这个时候 这个炒面也到了 因为我们鲜头怎么送的时候 我走开了 不是 我在现场 不过 我没有去看菜式 所以 就不知多少钱 不过相信都不会太贵 炒面好像二十几元 都是正常的价格 一路吃炒面 一路喝 割汤 哇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炒面的人 除了他用竹式面炒 不过很少人会用竹式面炒面 但是这种火锅面 或者波纹面 我是喜欢 有些师傅很厉害的 用蛋面炒 我喜欢 就算不炒 肉也很喜欢吃 这个好吃 因为它能够达到 我认为炒面好吃的因素 第一要够香口够锅气 第二就是不会搭在一起 配料又够多 不需要很嫩的 一定要够三到四样 有些葱 有些洋葱 有些肥虾 如果我自己来 就会再加鸡蛋 这样就完美了 接着再喝一口粉葱鱼汤 鲁鱼是煎过一下 鲁鱼要煎过才好吃 它已经喝到第二碗了 你看 它说它不怕骨 这些鲁鱼肯定是煎过的 再翻动一下给大家看 红萝卜已经给我们拌晒 又有微斗的 厉害 再来烧鸡也到了 因为烧鸡是78元一只 至于现在 已经差不多够六点钟了 餐厅就路终开始多客人了 原先我们还说 没有什么人 还有 当时我们两次来 都是夏天的 总之很热 一定要选一些冷气位 今天只有16度 当然不用了 多人 我们点菜的时候 因为这里点菜 因为她们点菜的姐姐 是很忙的 我们要很快点点菜才行的 与此同时 虾亦都到了 这是特价的 今天是39元 市约特价 如果摆在平时 29元而已 这张桌的东西 差不多摆满了 还有烧鸭的味道 怎么吃 至于我 继续还在喝汤 它的粉角是很粉的 有时候 买得这些粉角 可能位置 报位 不好 还是怎样 很硬 很怕的 这个很粉的 还买过红萝卜 很甜 我终于喝完了 我便开始吃鸡 这一口是对的 还有比较特别的 它们是没有配酱汁的 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交通路线 其实很简单 在这里走去 吕江地铁站 一公里左右 不够一公里 大概是13分钟左右 就是这个 我们如果出回外边 那条马路沿着下平西路 一直走 14分钟 不够一公里 那就可以去到 吕江地铁站 D口 吕江地铁站 如果要回到 海珠区 便很方便 可以往厉教 即是去沙丸市场的方向 在这里回到沙丸市场 很方便 还有一件事情 不得不提 就是其实在南海 我说南海 不是说顺德 道路会比较宽 不像佛山 更加不像我们广州 所以很多人都会驾车出行 很多餐厅 好不好吃 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有另一个关键点 就是有没有大停车场 这里的停车场是非常大 之余 很多人专程驾车来 甚至乎 有一个电动自行车 都要来这里吃 所以交通路线 这里就算好了 其他都不是太方便 还好 15分钟就能到 吃鸡 鸡肉是够嫩的 鸡皮是很脆的 这个是招牌烧鸡 鸡皮很脆 很脆 很接近 我们去到 属于南海 应该是西朗 那个叫什么 竹鸡总店那里 我还念念不忘的 那个烧鸡 即是 老婆去洗手间 我和她都吃完那个 烧鸡肉 烧鸡肉都好吃 两样都好吃 在那里 有吃过 是不是 它是够味的 新鲜的 而且不会烧得很干 还有烧鸡 一个烧鸡 煮得好像白切鸡 刚刚过线 也挺难得的 脆的 其实我都说了很多次 这里也叫佛山 合併了 南海也合併了在佛山下面 但是如果说佛山下面 几个大的区域 吃东西的 一个南海 一个佛山 一个信德 信德人当然是最 去掉转 但是它的份量 就不会很大的 至于 南海这边 份量 绝对不会令你收获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一个 这么大个茄子 通常如果我记得上一次 在家 在广州 吃过一次 一半左右 大概是 我先不要说钱 因为钱 你会受很多因素 至于信德那些 就很精致的 佛山 就很传统的 这里就很大件 好像这个也是 接下来试一下 看看是否新鲜 今次我们点的饭 多过上次很多 上次 叫了一个生蚝 因为今次生蚝贵了 今次生蚝贵了 始终你没理由长期 业情价 有时的 很便宜 还有当时因为疫情 好像我之前说的 很多人离开不了广州 在广州又没有食物 来这边吃 一搞到这边 很多餐厅 很早就全都敷了 我最记得去过一次 吃那个遮瑕锅 我们是四点九 还是四点半 去到已经 没有位了 接录来 试试一只蝦 刚才已经吃了一只 爽口蛋 大家看到这样 应该都知道 够新鲜 还有这里做得很好 是辣椒圈豉油 四十九 三十九元 不值得吃 平时如果是 一到五来 二十九 最后烧鸡也来 你是不是还点了豆干 这些位置最适合我 都是肥鸡来的 看看 但它也算处理得很好 还有我最喜欢它 控制火 控制得非常好 鸡肉不会乱 因为有时候 烧鸡 这些部位 烧得老头很难吃 当然 做得烧鸡的 就是绝对不会是 用新鲜鸡 一边吃烧鸡 一边吃茄子 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茄子的蒜蓉够多 要这样卷 好像吃面 碳烤的 看得到的 与此同时 它们这里的烧鸡 都是碳烤的 就不是用电炉 刚才看过就行 这个还比吃过烧生蚝 但是这个 它就加了很多油 我们刚才 已经将一些油 撇了出来 还好 不算接受不了 接着再咬一口烧鸡 看这一口 接着继续吃炒面 它的炒面 大家再看看 它不会是一抽的 它不算是剪得很碎的 看下边 油也不是太多 这个炒面真的很好 虽然不是一道很平凡的菜式 但是甚至我觉得 在这张桌上 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接着再加一点茄子 吃这个炒面 这个茄子 问题就出了越多油 不过不多油 又没有那么香 判断它是否 嘘如鱼 判断它是否炭烤 看皮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烧鸡吃 都会带一块茄子 不过就功夫多些 而且一人一条 走了 我又吃完一轮 跟大家看看这个 大家见不见 有沉衣 一煲漂亮的 粉葛鲤鱼汤 是会有沉衣的 刚才说的份量超大 一半都没有 除了这个茄子 除了茄子 份量不是太大之外 其他一半都没有 虾好像没有动过 所以回来南河这边 份量是很大 尤其这一间 其实我们去过很多间 都是这样 无论是街边的产品档 又或者是 好像这些大排档 都是 鸡翅乱 不是那些死死实实的 为什么呢 有些鸡翅 它那些走鬼档 火候不够 那它怎么做呢 它先烧好一堆 甚至乎是灼熟它 不是生烧 我没有讲证实 这里不是生烧 但至少刚才看 我这样就抹得开 比那些死死实实的 它的做法 就不同 我们广州、广府 用蜜糖那种做法 它是外脆来源那种的 肋皮 是有少少不薄脆的 在咬的过程中 你会有部分感受到很脆的 因为它有皮 它 师傅烧的时候 它会切开一点点 令到它 入味一点 熟得透一点 因为到时不熟出来就不够 对不对 好吃 还有烧的是多少钱 8元 8元一只 8元一只 不贵 不贵 真的不贵 如果不是这些大排档 你很难找到碳 我们卖了单 228元 不是 鸡单价高一点 不是贵 是高一点 除此之外 全部都是20多元 40元有找 就是这样 还在打包 至于餐厅 全场爆末 也有几张袋 还没坐 可能这里没有那么光满 有时有什么原因 大桌子 大多数都是四人桌子 几热楼 真是很推介 先后 我去洗手间 又会碰到一位观众 因为在洗手间 我也没有问它是本地观众 有时是来自海外香港 我相信应该是本地的 好了 现在刚刚过了6点半 我们去吉之岛 走走 终于我们又来到 保利水城的永旺吉之岛 不是 是来到保利水城 这个商场是超级之大 这里除了来吉之岛以外 在外边仍是灯湖西街的夜市 在灯湖西街的夜市 非常之近 不过我们又不去 因为已经吃到饱饱 灯湖西街夜市 玩什么呢 就是吃那些小食 看人们唱歌 又或者坐在户外 喝杯奶茶 咖啡 奶瓶是否喝不重要 重点 就是环境而已 这里是南海为数不多 会塞车的地方 为数不多 除了佛山一环 那些以外 都不是 跟其他大商场一样 很多车买 还有上面灯很漂亮的报纸 是否只有一颗升起了月光 再来这里是卖小鹏的 小鹏出了很多款新车 这个是什么 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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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猪鹏 还有他们的车都挺便宜 去到这样的级数 看看 比如像我们面前那样 580组行 20万就算是700组行 755组行 都是25 这部车充电很快 还要充电很快 10分钟300公里 10分钟可以充300公里 是否换电池 不是 但要是他们自己的装才行 有些普通装做不到 如果是盘成盘充 150千亚的 10分钟充240左右 240左右 总之都是很快的 我们看过这部车是什么500 3500 我们这部车是350 这部车最低配都已经是5800 全系都有自动导航 他们这部车的卖点是自动导航 在路上不用駕駛 睡着觉 其实不可以的 我说笑 是可以自动导航 不过不可以睡觉 这里还有Voro 这个是S60 在这里有很多家庭客 刹车停车场方便 今次停车算舒服 上次停得啰嗦一点 商场又够大 在南海这里所有东西都是大 总之南海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大 就是这样 连卖标的店铺也大 永皇也特别大 再来 如果想去灯狐西街 其实你准备这两个关刀和三间 走到外面 人家来到远往吉之岛 开始购物 他们这些东西是10元均 超便宜的 还有故事是这样的 广州有优惠券 早几天海珠区做到 那些人去沙远落风广场 大抢购 之后还一开门就冲进去 之后来这些东西当然不用 既然带了个女儿来 肯定又会再买一些寿司 因为明天可能我们会出去 然后他自己在家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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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头我们在路上 除了多车以外 其实感觉不到很多人 但是一天过来 超市这里 就变得很多人 好像不知是否近期 又有些大活动 每天都有那些 10元均一 我应该会买个十字巾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早个星期 我们去中山三角镇 当时我们去过超市 和这里 我都不是太客气了 这些是蚊比和牛比 这里亿力多 11.8元 有酸牛奶 多一半 促销价 又有纸巾 最后两天特卖价 20元一条 有些小些是10元一条 真是值得玩 但家里太多了 不过我要买十字巾 看到就买 全部都是上边写着 均一价 所以为何这么多人 喜欢来 永恍吉之岛 就是这样 我们近期 去到的大商场 都是吉之岛 这个 就算得上是 又大 又热闹的一个 原来是 10元均一活动 这几天 所以这么多人 是有道理的 再来 我们有开车 所以 可以买多些回去 买面包 这些面包片 10元一袋 两袋 但是这个牌子 都是图理的 10元两袋 又有很多炒粉炒面 9元多 12元有个饭盒 还有烧鵝 这个好 冬甩 8元 她妈妈还在说 要不要冬甩的时候 她就来到这里 买寿司 与此同时 还有些蛋卷 这些像 我们去Sams Club 买的那些 我看样子 看样子 像是 不过 好像比Sams Club 贵贵的那些 不得了 还有个 猪肚鸡煲 连起锅 40元有抓 胡椒 猪肚鸡 这些 如果回到这里 租了一家民宿 买过猪肚鸡煲 猪肚鸡煲 这个猪肚鸡煲 更便宜 打完折 32元 又或者有三文字 三角 三角 饭团 好 这些可以放在 去那个 万华展最喜欢买这些 拿着进去 就可以吃 就算不加热也可以 我看清楚 10元2个 不是10元3个 这里 放在这里 看看它有什么战利品 好像全部都是它 又有饭团 又有炸薯饼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南瓜薯饼 4元8元 依力多 12元不到 接着又买这个湾仔码头 想吃什么口味 不要有公菇 其他我都没问题 那就拿吧 白菜 猪肚鸡 这个好像没有特价 看一看 它是三鲜才特价 三鲜水隔 三鲜后面的 三鲜后面的 对 你便宜 41元9号 这里还有佛山特产 金城包 再来我其实想看这个 上次我们在Sam's Club 买了湾仔码头 粟米猪肉水饼 和仙楼那里一样教 这个是不打折的 看来都是来到永旺吉斯道底 只要我们买这个叉烧箱 10元 价钱 金城就好吃 我们买来早餐吃的 这个 就买来同事 我们买来煮饭吃的 有时想吃一些面 就吃这个 红豆包多少钱 应该都是10元 应该都是10元 红豆包 但它生产日期是10月7号 有没有更漂亮的东西 再来下面这个是叉烧餐包 9个还要大 20元 不如要下边那个 这个日期又不太漂亮 哪个 你说这个 但是一个下边 甜会想要甜的 这个看不到日期 那就算了 要回这个 想要甜的 这个6个 这是一个日本的超市 还有纳豆卖的 我买过一次 吃了一口 调了 哪只肠子 在哪里买的 我们上次买了22元 22元送多一条 那只肠子 很有多购买 但是这里就不用买那么多 那只要买就买很多 那只要买25元 25元 那只要买多些 那只要买多些 这些肠子也很好吃 然后他们又买这个 熟一笑 很便宜吗 10元 又买了这么多 10元均一不买 等何时买 对不对 等到它买15元才买什么 又有这个 这个 这个上次买的 还没吃完 10元3盒 买不买 10元3盒 这个 还没吃完 经过多方努力 终于找到这个 豆沙包 10元 好 20个装 10元 即是一个是多少 5毛钱 一个 又或者叉烧包 也是10元 但是6个装 里面是肉 对不对 但是我不喜欢吃叉烧包 还有奶黄包 10元 很划算 哇 很多粒 好吗 好吗 而且你要看看 这里 有某个大牌子 哪个我当然不会说 去美国的 入口美国被人查出 有添加剂 这里没死 这个应该没事 好 好 我们已经满了而贵 虽然推荐车仔 但是都折到这么满 再多呢 拿不成了 接着她又看得适合多春雨 几次吗 两包30元 接着女儿已经拿着两袋 拿着朱古力 明治朱古力 和那个年糕 还有黄牛 81元 这个还是蛋黄 50多元 不知道 我哪里懂得的 但是之前买过 吃过一次 就是 不懂欣赏 好像一块油 不懂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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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製 加盐 不懂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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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买了很多东西 只有107元 有人一袋拿着这么多 又有吃的 又有玩的 就在这里 说着准备去拿车 近到这么乖 就在我们拿车的路上 这边就是很多住宅 对面正正就是灯狐西街 超级热闹 又喝咖啡 又喝酒 上面又有餐厅 又有 这边有什么 又有 好像都是喝酒 还有中医诊所 真是厉害 而且你看着这么漂亮的湖景 夏天又不会太热 因为我们上次来好像也是夏天 至于哪里去吉之岛 就是这里 六号门 记住 直走转右 转右大概 看到闪闪闪闪闪闪 就是了 很方便 甚至乎 如果你想逛逛人行天橋 这里过去也可以 这里就是千灯湖 全部都是酒吧 又有BBQ 我记得 又有喝咖啡 现在开始唱歌了 那个唱的声音好像有医生轻 这种感觉 别说香港 广州 其实都没有 香港 我想都 难些 可能真的要去到海外 澳洲 我不知道 才能找到 我猜应该有 或者美国加州 真是 挺好 还有对面有一档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做 专门是 烧 在桶里面 在炉里面 烧叉烧 很好吃 至于要回到广州 就是那条路 之前 我们上次经过上边 很多都见到租不租 那时 2楼都租 那时是什么呢 那时是疫情 户外 你怎么玩都行 室内 很多老板不敢租 现在 你不去 最重要是你有钱 至于后面 大家还见到 很多住宅楼 应该就是千灯湖 这里比较贵的住宅 例如我正对面 这个叫做 海景花园 大概是哪个位置 我不太知道 我估计是这里后面 因为地图软件是这样写 大家看看多少钱 1万6千元 其实比广州值很多 很多 很多 经过多方努力 终于找到 这个就是最美的地方 中海千灯湖1号 这里也是最贵 1千元 1千元 你看看多大 187平方米 5万 5万8千元 现在我说的是 这些便宜一点 那些不是灯湖1号 这些可能是那些 这个不是附近 不是附近 是那种 叫公寓式 公寓 47万 如果你不要学位 想在附近 我就是灯灯水城西街 就是这里 对 对 50万 其实这些 你不要学位的那些 是挺好的 你回来住一下那类 比买中山更好 对 先头我在吃饭的时候 遇到一位来自香港的观众 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问了我几个问题 究竟灯湖西街和千灯湖 是有什么联系 究竟灯湖 千灯湖又是什么 千灯湖 就是坐在那儿 看着风景喝奶茶的 刚才说过 灯湖西街 其实就是千灯湖 喝奶茶的 酒吧街 有酒吧 有烧烤 有咖啡 什么都有人唱歌 如果在那里走得不过瘾 不喜欢那些东西的 就走过来永久 就知道 就是我们刚才走过那里 还有来自海外观众 应该不会开车 比较烦 但是不开车又不行 这个就是 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是 但是地铁站 其实都不是太远 只不过 它不是老城区那种 很多树木 行得到 行得到 那叫什么站 雷光站 我都不太记得了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 我们去拿回车 下集再见 分享影片 和帮我点个赞 拜拜 好 好 可以 我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